1967年3月 麦克华莱士被派往越南 做关于越南战争的采访报道 经过十年事业低谷的磨练 已经50岁的麦克华莱士 重拾老本行 正式回归到调查新闻领域 1982年 麦克华莱士在纪录片 《没被算在内的敌人》中 爆出了时任美军驻越南总司令的 威斯特·摩兰将军筹划的政治骗局 引起社会轰动 因这次事件引发的诉讼 再一次将麦克华莱士拖进民谈 与此同时 另一起越战英雄告媒体的诽谤案 也在进行中 被告的采访记者也是麦克华莱士 两起案件的赔款 已经达到1.65亿美元 华莱士承受的 不仅是经济上的巨大压力 同时精神也是备受摧残 那么麦克华莱士身心 遭受了怎样的打击 竟然试图用自杀寻求解脱 这些诽谤诉讼 最终会走向何种结局 河北经贸大学副教授杨磊 将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麦克华莱士的纠纷 第四集 过亿美元的诉讼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次我们讲到 华莱士经过十年的打磨 重回主流广播公司 已经成长为王牌主持人的他 遇到了人生最重大的新闻报道 越南战争 从1967年至1981年 华莱士和他的同伴 搜集证据进行调查 准备做一期惊天动地的大新闻 他约上了老朋友 越战时的将军 威斯特摩兰进行采访 开始了一场 不太愉快的对话 麦克华莱士 对时任美军驻越南总司令 威斯特摩兰将军的采访中提到 1967年春 在越南战争进行到很关键的时刻 当时另一位将军和他的副手 已经得知敌军力量 要比之前提供的情报强大得多 他们向威斯特摩兰汇报了这个最新情报 并同时提交了一份议案 建议修订官方报告 并重新调整对敌军兵力的估计 但是威斯特摩兰拒绝了他们的建议 威斯特摩兰对此的解释是 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政治原因 因为那些身在华盛顿的人 还没有足够的理智来理解和评价这件事情 媒体也没有 威斯特摩兰将军这个令人震惊的共认 直接切入问题的核心 1967年春天 美军急需增加兵力 试图尽早结束战争 可是威斯特摩兰将军和总统约翰逊没想到 北越军队比他们预想的要多一倍 威斯特摩兰和总统约翰逊也都很清楚 国会和美国民众都不会接受越战再一次的大规模升级 特别是规模要扩大到能击败兵力 比原先预计足足多一倍的北越军队 像这样的战争升级 会使日益高涨的反战运动声势浩大 并激起新闻界新一轮的批评轰炸 这就是威斯特摩兰选择隐瞒更精确的新情报的政治原因 接下去的采访中 华莱士问起威斯特摩兰在1967年下做的一个决定 当时他把一整支越共自卫队从战斗序列中剔除 这时威斯特摩兰已经被这些问题给深深激怒了 他先是没有回答华莱士的这个问题 后来又矢口否认 华莱士随后取出一份威斯特摩兰在8月20日发出的电报的拷贝件 出出了电报的内容 我们近几个月正在构筑一幅成功的前景 自卫队应该被踢除在外 否则新闻媒体会立刻揪着敌军力量扩大这一点不放 没有一个解释能避免让媒体得出一个错误悲观的结论 采访至此 威斯特摩兰将军只得承认 他这么做确实是为了向媒体和美国民众 隐瞒北越真实的兵力 1982年1月 这部纪录片没被算在内的敌人正式播出 引起社会一片哗然 尽管有将军的反对意见和其他一些不满的声音 不过媒体界最初的态度是一编导的支持华莱士 自由派甚至保守派的媒体都发出了称赞和肯定的声音 但是节目播出四个月之后 电视指南杂志刊登了一篇尖锐指责这期节目的文章 真正的争议开始了 文章题目为 诽谤的同一词 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如何违背原则 逮住威斯特摩兰将军 所有的批评都集中在乔治的报道和剪辑过程 文章避而不谈节目的本质内容 不谈那些扎实的证据 一味批评剪辑过程有倾向性 文章结尾写道 我们不知道乔治和他的同事们 对威斯特摩兰将军和军事情报机构是否公正 不幸的是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新任总裁 并没有对批评进行反击 没有指出该文章 未能质疑到这部电视纪录片的核心内容 而是相当高调地宣布 他将就杂志提出的批评进行公司内部调查 华莱士和乔治对这个决定都非常不满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内部 用两个月的时间进行内部调查 调查结论倾向于同一杂志的批评 频道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争论的一方全力支持内部报告 另一方则支持华莱士 他们认为报告错误百出 内部调查引起了新闻界的不满 也点燃了威斯特摩兰将军的愤怒 从节目播出开始 将军就寻求起诉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诽谤罪的可能性 他最初联系的律师们全都劝他 不要采取法律行动 他们无一例外地向他强调 像他这样的公众人物 要起诉诽谤有多难 随着杂志批评和公司内部调查的愚蠢应对 到1982年秋天公众舆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那时美国公众开始相信 华莱士和乔治为了让威斯特摩兰将军进圈套 确实动用了诽谤的伎俩 于是一位华盛顿的律师 代表威斯特摩兰将军 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出 高达1.2亿美元索赔金额的诽谤诉讼 在1982年播出的一部 关于越南战争的电视新闻纪录片中 麦克华莱士报出 时任美军驻越南总司令的 威斯特摩兰将军精心策划的政治骗局 虽然事件已经过去14年 还是引起很大的轰动 威斯特摩兰将军向华莱士所在的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提起诽谤诉讼 那么为了打赢这场官司 双方律师都做了什么准备 这次诉讼对麦克华莱士 造成了怎样的打击 河北经贸大学副教授杨磊 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麦克华莱士的纠纷 第四集 过亿美元的诉讼 双方的律师经过了两年的激烈较量 利用证词和各种法律策略进行博弈 当然也会利用媒体 将军的律师精于公关 通过一个又一个论坛 把威斯特摩兰描述成一个受众伤的英雄 律师极为自信 甚至在1983年接受采访时宣称 我们将会看到一家主流电视新闻网的解体 尽管如此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律师同样自信满满 他通过收集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堡垒 他提醒华莱士和乔治 陪审团的判决不是在公共舆论的审判所里做出的 而是在法院 证据是最重要的 1984年10月 威斯特摩兰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一案 开庭审理 最初几周的刑事对华莱士很不利 将军律师找来的证人轮番出庭 指责纪录片《没被算在内的敌人》 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控诉其使用谎言和伪造的东西来达到目的 诋毁一位伟大的美国战斗英雄的声誉 将军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了九天 他一身戎装 好像象征着西点军人向祖国奉献一生的爱国情操 他在法庭上反复否认纪录片中 夹在他身上的罪名 他还反过来指控电视台 说就是因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这些媒体消极报道 美军才会在越战中失败 庭审进行了四个月 华莱士参加了大多数的庭审 这种经历非常不愉快 当他坐在法庭上 聆听开庭陈词时 对审判结果越发感到焦虑不安 在详尽的调查报告中 威斯特摩兰小组提供了确凿的证据 那是乔治写给麦克的字条 看上去很棒 这个狂热的制片人用钢笔写道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打垮威斯特摩兰将军 我们将令整件事大功告成 这个字条显示 乔治和华莱士似乎在密谋 使该报道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支持他们预设的观点 即美国军队和政府发布关于越南的错误信息 巧合的是 另一起越战英雄告媒体的诽谤案同时也在进行中 被告的采访记者也是麦克华莱士 两起案线的赔款已经达到1.65亿美元 华莱士承担的部分将在财政上摧毁他 并可能使他的名誉彻底受损 周末回到家中的华莱士 感到即将到来的厄运的分量 他生活中的一切似乎正在瓦解 一切都处在黑暗和不祥之中 华莱士回忆道 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坐在冰冷透风的联邦法庭上 被称作窃贼 说谎者 骗子 受着原告的诋毁 内心很受伤害 每次庭审时 各大媒体都守在法院台阶上 一看到华莱士就蜂拥而上 将他置于突击式采访之中 这种采访方式恰恰是华莱士首创 并最为擅长的 可现在却饱受困扰 关于这一话题 麦克华莱士接受了数十次采访 他的回答总是一样 措辞大致相同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 1984年收到的攻击性信件 比以往都多 而且语气越来越刻薄 一封寄给华莱士的信 称他为 没有道德观念的雇佣骗子 高级媒体伪君子 这样的信相当典型 说谎者 骗子 背叛者 这些词开始困扰华莱士 无论他出现在哪里 都会看到责备的手指 向他戳戳点点 新闻编辑室和法庭的界限 已经模糊一片 这些心变成了内在的心理 一个骗子 不是真正的记者 从来不是 现在全世界都会知道 华莱士开始真的怀疑自己 随之而来的便是羞愧 甚至他在一次访谈中承认 我开始相信 也许我有罪 华莱士在自传中写道 这些指控吞噬着我 一律开始缠绕着我 我做错了什么吗 好像所有的广播电视新闻经历 都不再有任何价值 如果我真的不是一个 诚实的记者呢 不是一个诚实的人呢 日复一日地坐在法庭里 他作为一名公正 有公信力的记者的名誉 被法庭上的诽谤 撕得粉碎 华莱士那时会想 即使法院最后做出 有利于他们的判决 也无法弥补这种伤害 这种伤害开始越来越明显地 干扰花来世 他感到心灰意冷 开始晚上睡不着觉 得靠安眠药才能入睡 早上起来总是头晕眼花 不能起床 开始没胃口 对以前感兴趣的事物 都失去了兴趣 这种低潮期的折磨 持续时间很长 他一直消沉 情绪低落 甚至低落到谷底 他向家庭医生求助 医生鼓励他 你只不过处于 一个困难的时期 你是一个顽强的人 你很强大 很快就会摆脱出来 但其实 当时华莱士 已经得了抑郁症 状况日益恶化 他一步一步 陷落到更深的黑暗 和绝望之中 无精打采 甚至没了 活下去的愿望 他突然冒出了 可怕的念头 新年之后 自杀 这个危险的念头 一直盘旋在 他的脑海中 引着他 飘进万丈深渊 1984年12月末的一天 狂风大作 连枚阴雨 落在中央公园 已无树叶的枯枝上 灰色的天空 笼罩着被风扫过的 寒冷大地 此时 一辆救护车 向医院急驰 车里躺着昏迷不醒的 麦克华莱士 他在新年的前一天 服下了过量安眠药 一直陪伴他的朋友 在凌晨三点 发现了他 软弱无力的身体 和一张绝命书 于是 叫来救护车 救了华莱士 医生诊断 他得了抑郁症 但是 即便在1984年的美国 抑郁症仍是禁忌 华莱士的私人医生 也是固执地 向他灌输一个强大形象 你不需要帮助 你是一个硬汉 所有人都知道 你很快 会重新振作起来的 华莱士坦白说 我羞于承认这个事实 不想用那个词 公司用神经衰弱 这一说法来解释 华莱士住院十天的事情 华莱士在住院期间 收到了 威斯特·文兰将军 和他妻子送来的鲜花 他被这友好的举动 打动了 那时的将军 已经对案件审理的进展 感到不满了 官司似乎发生了一些变化 开始朝着对华莱士 有利的方向发展 时任美军驻越南总司令 威斯特·摩兰将军 与迈克·华莱士的这场诽谤官司 给华莱士带来的更多的是 精神上的摧残 日复一日地坐在法庭里 不断听着自己和同事 被辱骂成撒谎者 骗子 甚至卖国贼 这种伤害长时间地折磨着 迈克·华莱士 他患上了抑郁症 并试图自杀寻求解脱 随着案件审理的进行 局势开始扭转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 诉讼律师开始发动攻势 忍受抑郁症困扰的 迈克·华莱士 能坚持做出有力的取证吗 最终这件诽谤官司的结果 是什么 河北经贸大学副教授杨磊 继续为您讲述 系列节目 迈克·华莱士的纠纷 第四集 过亿美元的诉讼 华莱士开始服药治疗抑郁症 并且定期去医生那里治疗 药物很有效 他开始有所好转 但他内心的担忧 一直折磨着他 那就是他很快就会出庭作证 可能会面对很多尖锐的 刺激的 让人难以接受的问题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强大的诉讼律师 开始发动攻势 局势开始扭转 地方法官一再对将军的团队说 证明对一个公众人物 进行了诽谤 需要充分证据 这位法官明确表示 节目的公正性无可争议 他解释道 只要节目播出人 从未鲁莽地 或蓄意地使用他们知道是错误的材料 诽谤就不成立 虽然这个节目或许具有倾向性 片面 甚至显得不公平 这是一个苛刻的证明标准 显然官司已经对 威斯特摩兰将军不利了 证明被告有过错 是赢得诽谤诉讼的必须条件之一 美国侵权法重述 第558条写明 诽谤的构成要件 除了言辞虚假贬损 向第三人公开外 还强调一点 即被告人至少有过失 原告若为公众人物 承担两项举证责任 一 首先必须证明 被告的报道中 确实存在虚假内容 二 还需证明 被告怀有实际恶意 这个实际恶意 就是华莱士案件中 那位法官提到的苛刻证据 也就是说 如果原告想打赢诽谤官司 必须提供明确证据 证明华莱士和乔治 明知道他们的材料是错误 或者伪造的 还故意在节目中使用 造成恶意中伤 这种新的诽谤法规则 是在1964年 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后 明确确立的 也正是因为实际恶意原则 从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 美国的新闻纠纷 75%至80% 是在未开庭审理之前 或法官未最后判决之前 以对新闻界有利的条件 解决争端的 因为原告不能证明 被告的过错中存在恶意 新闻界总的胜诉率很高 虽然官司的形势已经好转 但华莱士对于自己即将出庭作证 还是感到大难临头 他每周数次在法庭午餐休息时间 驱车前往市中心的医生那里 服药治病 药物虽然有效 却有个非常棘手的副作用 就是手抖和严重口干的症状 需要立即补充水分 对于这些副作用 他越来越感到恐慌 他说 我好像看到自己坐在 离陪审团无马远的证人席上 手里拿着手杯 我的手在抖 而陪审团说 一个手抖成那样的家伙 显然有罪 与此同时 另一个关于越战的诽谤案 做出了不利于原告的裁决 给将军的团队重重一击 1985年2月 威斯特摩兰将军夫人突然崩溃 血压升至220 将军将她送到急救室 即便如此 随着华莱士预定的作证日期渐进 她的精神状况越来越不好 她担心她会搞砸了这次作证 如果她搞砸了 也许大好形势也会被扭转 华莱士退回到完全悲观的状态 她的家人和朋友担心她再次自杀 寸步不离她左右 华莱士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这种情况下 几日在我心中如同数十年 这感觉漫无尽头 陪审团虎视眈眈 作证被安排在2月19日进行 华莱士担忧地开始倒计时 不仅需要宣誓 而且还在媒体的无情注视之下 无法逃避 但最终华莱士没有站到证人席上 1985年2月17日 令媒体和所有关注这个案件的人 惊讶的是 威斯特摩兰将军突然撤回了他的诉讼 将军团队得出结论 他们没有胜诉的可能 想避免陪审团裁决时的尴尬 在两年半的官司 50万元法律材料 几十位目击者和300小时的作证之后 这一切突然结束了 威斯特摩兰令人意外地撤诉决定 让很多支持他的保守派感到不满 他们强烈要求 他对玷污他名誉的电视新闻网进行复仇 有些人满腹牢骚 认为将军是在压力下退缩的 放弃诉讼的 其实 威斯特摩兰最大的错误 不是撤诉 而是他一开始决定打这场 耗费巨大的官司 华莱士认为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的管理层 要为这场诽谤官司负一定责任 如果新闻总裁一开始 不对电视指南上的文章反映过度 争议会在一两周内 云露 总裁公开宣布进行内部调查 包括之后错误百出的调查报告 使得争议不断升温 营造了诱导起诉他们诽谤罪的气氛 遭遇这次折磨人的官司后 华莱士一时很难从糟糕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 后来的十年中 他的抑郁症先后三次发作 他的新闻生涯也因此受到影响 1994年 关于烟草行业的揭秘报道 再次引发了公司内部的争议 管理层因为担心烟草业巨头 可能会提起法律诉讼 而删减了重要内容 使得华莱士和他的同事非常不满 在播出删减版的末尾 华莱士回到镜头前 向观众说明 管理层要我们删改报道 我们感到失望 多年来我们播出了很多这样的调查性新闻 我们也希望能够继续下去 从某种程度上 我们在这次节目中丧失了一些东西 但是我们丝毫不怀疑 我们在未来会延续60分钟的传统 勇敢的 客观的 报道类似这样的新闻故事 这就是华莱士被诽谤官司纠缠的故事 作为新闻记者 主持人 他勇敢 果断 追求正义 可同时也尖锐 辛辣 寻找刺激 他做节目咄咄逼人 可一次次的失败 一场场诽谤官司 也让他孤独沮丧 充满失望和悲凉 2006年 已经88岁高龄的麦克华莱士 依然活跃在新闻界 创造了一个奇迹 他的记者生涯横跨美国历史上 最为动荡的时期 也因此做出了 与众不同的电视新闻 他以勇气作为好奇的后盾 开创的突七式采访 成为调查室新闻的标准 就是这样的传奇人物 为我们揭开了 那个时期 美国诽谤官司的细枝末节 展示出了新闻界 和诽谤官司的历史变迁 关于华莱士的故事 我们就讲完了 感谢您收看法律讲堂 也欢迎您关注栏目服务号 一同探讨历史 品读文化 解析法律疑点难点 再见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 人是最高的道德标准和人格境界 也是法律精神的重要体现 是人们判断是非善恶 最基本的常情 常理 常识 那么人具有哪些内涵 这些内涵如何引导我们克制欲望 与人为善 法者 人心 下期播出